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李孔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博韻翁也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希望能留下延遲性的留言 今節就說一下這個歐盟重要國家意大利 挑選或者叫他推撞 什麼事呢? 原來他們決定不再跟大佬美國了 正式跟外面宣佈 我們已經停止在以色列提供任何武器 原來是他們副總理兼外長 塔亞來說 在以色列和哈馬斯衝突升級之後 就說我們要停止向以色列提供軍備 因為他擔心中東局勢受影響 但現在中東局勢都很謊話 一如所料我們之前說巴基斯坦和伊朗有得談 事實上現在兩邊都在吹和風 但是伊朗 跟其他中東國家好像又有點動手了 當然伊斯蘭世界的守護者沙特阿拉伯就不出聲 因為他也擔心要拿自己的東西 再說這個意大利的副總理兼外長 他就說意大利反對派 你說我們向以色列提供軍備 他說不是 其實我們在 以巴金輪衝突的時候已經 停止向以色列提供軍備 早前反對派就說你停止 停止向中東提供軍備 他們就說沒有 我們沒有金美國 原來自從 在這輪以巴衝突 即是10月7日之後 原來 意大利 就開始一件事 就是不再向以色列提供任何的軍備 停止了 這個也好 不過他不說真的不知道 可能他也免得到內塔米亞湖面 但你反對派這樣提出 是一個要求 他都要答 他都要答反對派 當然反對派就可以推倒他的政權 他更加害怕 所以他就說這些 原來這位副總理也說向以色列輸送軍備最多的時期 就是 這個孔帝擔任總理時候 但隨著 這輪以巴衝突爆發 他們暫停了所有 武器系統和軍事裝備交付給以色列的 這個東西 停了也好事 當然 看回看 意大利也挺搞笑的 意大利 他的新聞也挺過癮 有一個網友跟我說 這樣也行 是甚麼事 原來意大利的網紅 頂級網紅 就叫做 法拉尼格 法拉尼格 就向粉絲 這頗壞 就是 炸捐 其實最壞就是這樣 把捐款 你怎樣使用 這些簡直是 門落 你說如果你賣的貨物 出來漏一些 我不是說有得完 但也沒有那麼重 但是 你利用別人的好心 或者其他捐款 你用來這樣做 原來意大利當局也宣布對網紅的出手 事實上你真是騙人 近日意大利通訊局 宣布對網紅實施嚴厲的監管措施 其實一向都應該這樣 所以之前大陸對網紅 那些人 有些就不交叉 限制言論自由 媒體自由 意大利也是這樣說 為什麼 那些網紅是甚麼 他就說那些網紅 沒有人權 沒有人權 網禁 全世界網禁最厲害的 中國 中國的倫國 印度人權組織 都是網禁 好像全世界的市場最多 原來 意大利通訊局不留守 不留守是對的 在監管控制才對的 所以之前 大陸做的事其實很多國家都在做 就好像 去極端化 其實法國德國都說要做 不是 滅絕 強迫勞動 什麼 全球最大的監獄 這樣說 現在不是 有人說是袈裟 為什麼你們不說 不夠膽 是嗎 雙標 原來 這個網紅當然是 不妙了 原來之前 意大利很多網紅 都做了一些很不恥的事情 意大利的政府為了終結這些網紅 他們形容無法無天的行為 原來擁有100萬 以上粉絲的網紅 預計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原來網紅發布的所有廣告性質的貼 都必須明確標注 其實這個大陸有的 微博那些有寫的 否則就面臨高額的罰款 我們看看 這個也是針對一些 兒童和婦女 如果違反 的話 可能會罰你25萬歐羅 外界普遍認為新的規定就是 對意大利一位網紅 剛才說 法拉格尼的醜聞 回應 挺厲害的 他回應到要這個總理 可想而知多麼嚴重 原來 這個阿姐是一位無特兒 和時尚博主 意大利人口 不夠6000萬 但這個阿姐 有3000萬粉絲 號稱 是宇宙第一博主的 未到他 真心說有段時間才到他 你看大陸的 大陸那些才恐怖 多人多到 當然了 2002年2月 他發帖 宣傳意大利 品牌 百樂可 原來推出一款聖誕蛋糕 令到 原價 是 單價是3.7元歐羅的蛋糕 賣到9元歐羅的 其實他就說 這個真糟糕 他說那些 銷售所得 將會資助 在刀鈴一間兒童醫院 有沒有搞錯 這些東西都說出 他利用那些人的善心 買蛋糕 3點多元歐羅 買9歐羅的 其實這個數字不是特別大 真心說 但是 你多的話 真心說 但實際上 這款蛋糕生產 推出 這款蛋糕幾個月前 其實 就向 這個 這個生產商 一早就已經向這間醫院 一次性捐款了5萬歐羅 所以 賣蛋糕的錢實際 沒有到了這間醫院手上 所以去年12月15日 意大利反壟斷機構 就向這位網紅 罰了100 零8萬歐羅都很厲害 這割韭菜 甚至 這個梅諾尼也發聲 意大利總理梅諾尼也發聲 事後 為什麼呢 因為梅諾尼 他們 這只是經濟活動 不用管 他們對於這些市場 放得很鬆下 這個右翼政府 但是 後來他也是要管的 所以現在看到 這個梅諾尼雖然說他極有 因為他出生的地方 其實是 新納粹主義正當的青年團 但是他上了大位之後 第一件事 對以色列他就沒有狗撐 為什麼呢 我們說過 因為他如果狗撐 令到中東局勢 是相當緊張的話 那些移民就去了意大利的外島 所以看到西班牙、意大利、希臘 包括塞浦路斯 這些 跟他們近的 有機會要接收大量中東移民的 歐盟國家 還有法國 法國也有很多外島 我們不狗撐 因為初初法國也很狗撐 但是後來他也要轉一轉 都要轉一轉 當然 現在你看整個歐盟最狗撐的德國 德國因為他覺得自己 以前做了 太可怕的事情 他有一份 內疚 也叫做一份補償 這個反而可以理解的 說真的 但是逢得來 不過逢得來 因為國人 我可以撐 但是作為一個歐盟的另一個 你看他現在不敢說以色列的事情 自從上次 他沒有諮詢其他 歐盟成員國 兼其他 歐盟的高層 謝了 現在 怪以色列國旗 其實他就糟糕了 因為其他的 博雷利和 密書 即是 韋傑爾這兩大巨頭 歐盟的兩大巨頭 說 你沒有問過我們 我們沒有表態 梅初拉也是 現在 他們應該是 跟著老鳳一起唱江環的 兩人 是的 現在 現在他們都少提了新疆 叮叮滅絕 有沒有看到 不夠膽 鄧厚人也鄧厚碗 真的 而且還有一些西梅 其實西梅都帶不到什麼風向 現在 我說以巴 其他就可能可以 中國外交的 他可能帶到風向 以巴他帶不到風向 為什麼 因為 在歐洲住了很多巴人 住了很多巴人 這件事他們都覺得為大禍 尤其是法國 是最多穆斯林的歐洲國家 原來 連會下來也批評他 事後他就 哭著求原諒 你比李嘉琪更糟糕 李嘉琪也說錯話 這個也挺好笑 工資要不要賺 他也很糟糕 你知道 這些難聽一點 那些網民幫你買東西 就是醫食父母 我們之前說過 梅辣也是按摩的 罵網民說 你什麼逼迫我們 說真的 如果有犯法你就告他 但是我們經常說 你經常說過什麼 保留法律追究權力 可能你真的會贏了一場官司 但是你輸了明星 這件事是要想的 我們經常說 你真的 他們太驕傲了 一定 一定覺得可以用法律 令到你們收聲 結果 他就自己收了皮了 其實我覺得 他們說到以前對鄭爽的懲罰 那他逃稅就逃稅 那不是應該懲罰嗎 你又說到他們割明星韭菜 關什麼事 他們都真的賺很多錢 是不是應該 這個道德配上他的胃 所以以前 政府說得不配胃 其實他們說得對 有什麼錯 難道你覺得鄭爽逃稅是對的 他做了很多事情是違法的 難道你覺得吳某凡是對的 那當然是不對的 他做過什麼 很多人說他在中共的 在公壓之下才 還押那些 說真的 說真的 這個不妨礙 雖然是加拿大籍 但是他 在政治上影響力又不是很大 其實他是要有些事情 他真的要整理好市場 不是每個國家都經歷過很多風風雨雨 才可以調整到他們的政策 或者 之前有些 是被 披漏 或者有些什麼漏洞 他就通過一些大事件 去修補 不是每個國家都應該是這樣的嗎 為什麼到了大陸的時候 你們說 紅水猛壽 好像 台媒經常說 小粉紅 小粉紅 很少 我們再說一次 小粉紅就不代表國家政策 而且 如果這個大陸 他只聽了小粉紅說 其實 應該這個國家就倒閉了 是不是 因為他們很極端 如果是這樣 如果 如果大陸聽小粉紅說 應該是 一早就沒有統 好像不是 他一樣都很謹慎 當然意大利這個媒諾 他也罵得這個網紅 對 就是這樣 真的不行 其實這個是 告他 詐騙是沒有錯的 他真的是詐騙 你說捐錢給人的 你說 那些 你九九歐羅 本來是3.7歐羅 而且意大利人 是不拜他賣慘這套 所以 說他 斑刀這麼漂亮 之後 惡如淚 意大利這次 宣佈出台的措施 亦是 令到這些百萬網紅 受到重大影響 其實他做事不是跟大陸一樣 監管 你知道很多網紅大貨 其實 為什麼說這宣新聞 其實西方很多事情都跟大陸做事差不多 大陸就說到 這個什麼割韭菜 什麼逼百科技業 這樣說 關什麼事 他真的要規範 難道 那些 國民受到損失 他當看不到 你又寫第二件事 你不理了 是不是跟他背後有什麼利益瓜葛 意大利的官方也說 這個網紅無法無天時代 意大利警方更加 是上門 對於這個慈善欺詐罪 是對這位網紅展開調查的 其實歐盟 亦都是加強立法對網紅 他也有說 對網紅直播大貨的監管 之前的西媒 就說 你割韭菜嗎 那些網紅真可憐 說到好像限制人權 不讓他們賺錢 現在你在做什麼 一樣 是吧 原來法國 在去年 已經通過立法 禁止網紅宣傳 是煙的一類產品 你怕小弟哥學壞 當然吃煙也不代表壞 應該是對身體不好 這就是客觀現實 違規者會面臨牢獄之災 也說一下 意大利就是學法國 是首個針對網紅出台 法律法規的歐盟國家 那麽邦委員會 其實亦都舒服會加強對 網絡平台直播大貨的審查 不就一嬌樣 之前你說大陸做什麼 迫迫的網紅很難賺錢 人家生路都沒有一條 那你現在是不是沒有給生路人 都不關生不生路的事 根本就是應該這樣做 有些事情有錯就改 這個論國說什麼 鐵板一塊 找人說鐵板一塊的習近平 其實他一向都不是鐵板一塊 鐵板一塊 應該清零政策就應該現在還有了 原來 這個歐盟亦都強調 這些數碼內容創作者必須遵守 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 廢話這也是廢話 這個國家都是這樣 是吧 只要這麼說 這些事情一向都在做 全球都這樣做 我們說過 西方有一樣就是 雙標 好像 你說去極端化 你都叫那些新移民 德國就叫那些新移民學習 多些學習技能 學習當地語言 當然後來他的語言 輕了一些要求 但其他國家 都是這樣說要去極端化 德法都在做 是吧 那為什麼人家做就不行呢 什麼大監獄 之前 那些人說沒有見到 那兩個人說沒有見到 那麼少人說沒有見到 而且他的西苗 在你安排之下 我就見不到 沒有了 但是你見到也沒有見過 是的 他也沒有去過 語言人不懂 鄭國欣 他還做了什麼 以前的涉疆專家的涉藏涉疆 都關他的事 什麼都關你的事 完全都是沒有去過的 全部都沒有去過 當然說回歐盟 這個駁雷里 他也是超級爆炸性的言論 就說 這個為了分裂巴勒斯坦人 意識你資助過哈馬斯 其實這個我們之前說過的 那他 之前的消息就是 內塔利亞胡曾經說過 亦都說 當時說哈馬斯存在 其實都不是一件壞事 但是你資助 就沒有人敢說 這個駁雷你都敢說 他就說 原來在他家鄉西班牙家鄉大學演講時 公開指責 以色列政府過去曾經資助過 今時今日他們稱為極端友的哈馬斯 就為了 削弱 是 這個是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沒錯 法塔克的領導 我們都講過 因為他想分而治之 分而治之 其實這招是有用的 這招是有用的 想養購自重 沒錯 自己的領番野 沒錯 但是養購自重 你都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 你都不可以對巴人很差 因為 其實他們都是巴人 哈馬斯也受到巴人 沒錯 是嗎 沒錯 所以這個真的是 原來這個 歐盟外長 歐盟最高外交官 所以叫歐盟外長 其實他 就是 巴拉 巴拉斯坦強加給 以色列 我們要逼你搞兩國方運 是不是美國人不出力 出工不出力 那麼多年 好難 實際上真的很難 說歐盟成員國 其實現在 都是有些分裂的 之後我們都會講講 不單是 以色列的議題 其實烏克蘭的議題 才分裂得厲害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網友 下節再為大家分析其他議題 就這樣 拜拜 拜拜